好,那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上了组合语言 那上礼拜我们还有请各位去写组合语言的程式 那当然有时候你第一次写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写得很正确 因为如果程式稍微不要太小 就第一次写很难写正确 那但是你慢慢除错应该可以做得出来 一个完整正确的程式 好,那在这里我们上次看到的是像这种阵列的复制 字串的复制,阵列的复制这样的组合语言程式 我们大概可以写得出来 那但是组合语言里面还有一个 后面还有一个比较就是技巧 或者是它的复杂度会比较高的就是函数或者是复程式 那这里会牵涉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在组合语言上面 我们使用函数和复程式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那尤其是在多层次的复程式呼叫的时候 对组合语言来讲会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编语器其实都帮你处理掉这些事了 所以你在写语言的时候 你不用去担心说我的函数复程式或参数会有问题 但是在组合语言的时候 这部分其实是写的人需要考虑很多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单层次的复程式 它怎么呼叫 多层次的复程式怎么呼叫 那单层次的复程式基本上 你就规定它参数一定要放在某个暂存器里面就可以了 但是多层次的复程式呢 你就没办法这样做 因为你有可能有递毁 一旦有递毁的时候 那个就没有办法只用暂存器 你必须要用一整个堆叠去做 好,那我们这边来看几个例子 好,第一个是单层次的复程式呼叫 这参数的传递方法 我们用暂存器的方式 举个例子 这边x等于1 那y等于fs 那f这个函数是什么呢 它就传回a加a 那也就是2a 那其实这个程式实在是太简单 y就是2s 那我们目的不是要了解这个程式 因为这个一定各位都了解 我们的目的是要了解它的组合语言怎么写 好,当你把这个想要转成组合语言的时候 我先声明一点 就是c元绝对不会这样转 因为这样转的复程式限制太大 效用太低了 好,但是呢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转法 最简单的转法是用你的人的脑袋去转 OK,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就规定说 OK,我们传递参数的时候 应该用哪一个暂存器来传 好,所以以这个例子 你看呢 我把s载入到r2 然后呢 我去呼叫f OK,那最后呢 再把这个f执行完之后的r1丢给y 那这到底是做什么呢 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 这个f到底做什么 f呢 它做什么呢 就是把r2跟r2加起来放到r1 好,那r2是谁 以这个例子r2是s嘛 所以其实它把s和s加起来 然后放到哪里 放到r1 最后r1又丢给了谁 又丢给了y 所以其实它做的工作就是y等于2s OK,那同样是做y等于2s 这也是y等于2s OK,所以这一个确实它也做到了 这一个函数的功能 那这个组程式也确实接收完之后 那y也是等于2s 所以这种方式是相对很简单的参数传递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在你直接写组合源的时候 常常会这样做 我记得在大概20年前吧 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是dose的时代 我们真的需要去写组合语言 因为我们要那时候 那时候整个电脑都是只能够打字 没有所谓的绘图功能 好,那开始慢慢有一些绘图功能的程式 我们就觉得 哇,好神哦,这怎么做的 那时候我们都在写一种程式 就是你要写某个组合语言 让它在荧幕上可以绘图 那时候你写的z语言 是没有办法在荧幕上绘图的 那组合语言可以 那怎么做到的呢 它要用什么int中断 OK,那当你去看什么int中断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它都是用暂存器在传参数 比如说你现在还可以看到在lanes 或者是在windows很底层的地方 那它用int的中断 再传递参数给系统呼叫 那这种方式其实就是 以组合语言的方式在写 OK 那未来你如果真的去写组合语言 你会发现往往这种方式 使用在组合语言上面 比真正用下面的那种多层次的方式还要多 但是在有变异器的情况之下 就不太会这样做 好 所以呢 当我们执行这个层次的时候 重点是有两个指令 第一个这个call callf这个到底做了什么事 第二个return 就是这个ret到底做了什么事 那call这个动作呢 其实就有点像jump jump.f 但是它多做了一个动作 多做了什么呢 就是它同时会把下一个指令的程式计数器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指令截取完之后 它pc就跑到下一个了 它会直接把那个pc呢 推到一个叫做链接战存器 lr的战存器里面 那以cpu0而言 pc是r15 那它会先把它放到r14 r14是链接战存器 lr里面 然后呢 等到ret的时候呢 它再把那个lr的东西再抓回来 丢回到pc 它就跳回到这里 它就跳回到这一个指令 就又回来了 所以call和ret 其实是一种jump call是一种jump 那ret是把那个储存的那一个 那一个程式计数器的值再拿回来而已 好 那所以我们这边来看一个例子 call的执行过程 就是 第一个pc等于pc加4 这个在指令截取阶段之后 这个28会变成2c 这是call指令的位置 28会变成2c 那接下来呢 它就会把这个2c呢 也就是pc的内容 存到lr lr是在cpu0是r14 pc是r15 ok 那存到lr 那接下来呢 它就直接去做跳的动作 因为call嘛 call30 那它就往前跳30 往前跳30 那从2c就跳到5c了 ok 往前跳30 2跳到5了 好 那跳到这里之后呢 它就开始执行 等到某个地方 它执行R1t的时候呢 诶 它就回到这个2c了 继续执行 那所以这个是call的动作 好 等到它执行执行到70的时候 它发现说 ok 现在是R1t了 那这时候呢 它执行R1t的时候 它就把lr再丢回给pc 所以这个2c呢 就丢回来 把70盖掉 变成2c 所以下一个指令 就会从2c开始执行 好 那这个是R1t指令的过程 ok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一个 简单的单层次负层次呼叫的功能 那像这种东西是会考 所以你回去要详细的看一下 好 那当然 因为我们每个人考题不一样 所以你的 不见得那么幸运 就会抽到这一题 好 那当然你不抽到这一题 可能会抽到下一题 好 接下来呢 这个 如果要做多层次的 副层次呼叫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因为 你的暂存器永远都可能不够 举个例子 如果你用 递回的方式计算N阶层 ok 你用递回的方式计算N阶层 那N如果是 100 那你至少就要有100层的 暂存器可以用 哪有那么多暂存器啊 所以绝对不可以放暂存器里面 只能放记忆体里面 那放记忆体里面呢 要处理这种 副层次呼叫 各位资料结构应该上过了吧 各位的资料结构一定会讲到 几种很基本的资料结构 第一种叫堆叠 第二种叫筑列 然后再来 才是什么 树啊之类的那种东西 那堆叠和筑列 其实你都可以用阵列来使作 没有问题 那在这里我们的堆叠 其实就是 就是用记忆体来使作 这记忆体就是一块阵列 OK 那我就把参数呢 都存在这个 记忆体的堆叠里面 OK 那等到那个函数执行完 执行到RET的时候 再去把它呢 抓回来 所以一开始它会做什么 push的动作 push的动作 最后会做pup的动作 所以这就是堆叠 push pup OK 好 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多层次的副层次护叫 以这个例子 一个函数f1 那它有一个参数t 那进来之后 它又估价f2 那f2呢 会传位置t给它 那进去之后 它会return b加b 这里写的 对啦 就是进去之后 先传f2 位置t传给它 执行完这个f2函数之后呢 会得到一个b 那这个函数f1 会return b加b OK 就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把它翻译成 组合员的时候 你会发现 并没有那么容易翻译 因为第一个 它的参数怎么传进来 参数传进来 那一个办法是 我传进来的时候 我先指定好暂存器 指定好暂存器 那或者是我用 堆叠 那如果今天存在堆叠的话呢 那我就在堆叠里面 先把东西取出来 取出来放在一个固定的暂存器 我之后就利用这个暂存器来操作 所以以这个例子而言 我这个t参数已经被推到堆叠了 推到堆叠之后呢 我们把它取出来放到r2里面 所以之后我就都认为r2就是t了 OK r2就是t 然后开始呢 去做后面的运算 那你会看到 OK 我们还有弄一个pt 因为这里有用位置 所以我们后面还用一个pt 它是内容是t 就指标 去指它 好 那这边就会更复杂一点 一个c元的完整的程式像这个样子 就是man去呼叫f1 f1呢 去呼叫f2 f2呢 没有再呼叫了 然后执行完就跳回来 那回到f1 f1执行完之后又跳回来 又回到man OK 这样一个程式 如果我们把它写成 有点像是语言版的组合语言 那把那个f1、f2那些都保留 那你就会看到像这样的结果 当然这里你就会看到有一堆的push pop 这我们在做什么呢 就是传递参数 传递参数 所以像这里我们就做了 以这个组成式 其实在这里 是这一块 那f1是这一块 f2是这一块 对应到的就这个组成式 f1、f2 OK 那接下来你会看到 把它再翻译成组合语言 那就是一堆载入啊 push啊 呼叫啊 储存啊 ret啊的动作 OK 那同样这边呢 也是pop push啊 储存啊 然后加减乘除之类的 那你会看到 OK 这样一个c元程式要转易成这样的组合员程式变得长很多 OK 那第二个是怎么转 每次当你要传递参数的时候 记得就是要先把资料存入堆叠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要把s传进去 我先把s放到r2 再把r2存到堆叠 好 那这时候呢 我存到的堆叠 f1怎么去取 f1呢 就从堆叠里面再去取出来 那你会看到 其实它明明两个都是用r2 为什么不直接用r2就好 因为它是多层次的 如果 两个其实没有必要一定要协调用r2 我这边可以push 用r2push进去 我pup出来放在r3 也可以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它两个可以切割 我根本不需要知道你到底用哪个转程器传给我 那我 我就可以直接使用 因为我只要先执行一次pup 就把你的参数取进来 但如果你有五个参数呢 我就pup五次 当然在进去之前我也要push五次 OK 所以 而且有时候你 譬如说你的参数如果是int 那我就push 用push这个指令 如果你的参数是一个byte或chair 那我应该用pushb push一个byte 而不是push一个word 那这样子它的大小是有差的 所以如果你的参数是一个chair或byte的话 或onsign chair你应该是要用pushb 然后pup的时候就要用pupb去取回来 那大概像这样 所以这个是传逆参数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动作是 每一个函数只要它里面还有在呼叫别人的话 还有在呼叫其他的函数的话 那它应该要保留它的连接暂存器 为什么要保留连接暂存器 就是LR 这LR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刚刚有看到 在这里 在这里 LR不是会放回去给pc吗 LR会放回去给pc 然后在code的时候是pc丢给LR 再返回的时候是LR再丢回给pc 这样它才可以跳回原来的位置 那所以为了为了有效 就是为了在这个F2被呼叫之后 它还能够正确的返回 因为F2呼叫之后 它会继续把那个LR给盖掉 所以呢 它一定要先把这个LR保留 连接暂存器保留 保留之后 等到这个F2执行完 它再去pup回来就得LR 那这样子 这时候呢 它执行RET之后 它才会跳回到原来的这一个位置 所以要保留这个连接暂存器的原因是这样 那有时候可能有些暂存器 不止LR会被盖掉 可能还有其他的用来做参数传递的暂存器 也可能会被盖掉 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那些暂存器也要保留 OK 那所以你往往看到像以 你现在最 最 最 常 被使用也算是 效能几乎是最好的 嵌入式系统的CPU AM系列的处理器而言 它就有这样一个指令 可以用一个指令 把你所有的暂存器 全部都推入到堆叠里面 那这样它在呼叫附程式的时候就会很快 那一般的CPU很少这样的指令 那ARM是很特别 就是它在这一段有做特别的加速 好 那这里你可以看到 OK我们进来之所以要不写LR的地方在这里 那接下来就是T等于R2 这不就是 不就是只是为了把这个T取回来 就是把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取回来 放到T 那R3等于PT就是为了要把这个T的位置取出来 那接下来PUSHR3 PUSHR3就是把这个T的位置呢 给PUSH到堆叠里面 为什么要这样PUSH 因为它是参数 又要再传一次 又要再传一次 所以把它PUSH进去 PUSH进去之后呢 这个F2才有办法取到 F2接下来再把它PUP到R2 请注意这边PUSH是PUSH到R3 它PUP却PUP到R2 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因为你PUSH到哪一个暂存 就是你用 你是推哪一个暂存器进去 我要的是那个值 我要的是那个值 跟你用哪个暂存器没有关联 所以最后你PUP出来 你放到R2 你只要记得R2是谁就好了 那就其他就没有关系了 那所以接下来 你就可以再做一些相对应的运算 比如说它说R等于P加5 那我就把它取出来 现在R2就是P了嘛 那R3等于R2的话就是R3等于P 那R4等于5 接下来R1等于R3加R4就是R1就等于P加5了 最后把R1丢回给R 那就完成了这一段指令的功能 最后再呼叫Return就回去了 回去到这里 然后它就继续执行 执行到这边完毕呢 再回去到这里 再继续执行 OK 那当然执行到这Return呢 就又回去 回去就结束了 OK 所以大概多层次的 副层次呼叫会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要告诉各位的是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因为真正的编译器呢 它还会做得比这个更麻烦 因为它不能够直接 用 直接用这种 这种固定暂存器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真正的编译器 它还会做一个更复杂的动作 在我们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 还会回过头来再看到这一个东西 那时候我们又会再看到 这样一大堆组合员 但是呢 我们会看到的是 真正编译器怎么做 那这边还不是 这边还不是 但是这边你一定要先弄懂 那最简单的是单层的 单层的 这单层的一定弄懂之后 开始看多层的 那多层的OK之后 我们后面编译器的部分还有 那另外 有很多组合语言的主义器 它会提供一些比较方便的夹指令 这种夹指令不是真正的机器码的指令 它不属于机器码的指令 它其实是一种 所谓的夹指令是一种主义指引 或者是编译指引这种东西 也就是告诉主义器说 接下来这段程式 你要先做一个什么动作 才可以再继续主义这段程式 那这种就称为夹指令 那比如说 LTORG 那就是 请它展开一些常数 避免这个常数太大 以至于说 让你的跳跃 跳得太远 会失败 那EQU就是 等于是有点像C元的Define 我Define一个 某个常数 OK 比如说我Define Define Pi 就等于3.14 那ORG呢 就是重设位置 那另外还有一些 像运算式啊 这种东西 在组合语言 有时候我会提供 但是它的运算式 跟你所想象的那种 C元的运算式 是不一样 那另外还有像分段 这种机制 这就开始牵涉到作业系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第一个 定值会有问题 组合语言的定值 可能会有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来看一下 假如我今天做一个 这样的程式 LD BR1 就是把B载入到R1 STR1A 就是把R1存到A 这个程式看起来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问题是 这个A在哪里 在这里 B在哪里 在这里 OK 那中间多了一个X 这个S看起来 也没什么问题 也没什么问题 它很大 它有10万 10万个Word 10万个Word就是 40万个Byte 好 40万个Byte 塞在这里 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把40万个Byte 塞在这里 那这里就会发生一件事情 我这里 STR1A 这STR1A的时候 那我去定值 我去定值 那这时候会超过范围 因为 因为这个长 这个后面的长数范围 是有限的 各位还记得我们的指令格式吗 指令格式会规定说 CS到底有多大 那CS通常我们是多大呢 各位可以翻一下课本 好 课本的附录一 课本的附录一 A型的CS是12个bit L型的CS是16个bit Z型是24个bit OK 那这里就牵涉到 很麻烦的问题就是 A型的呢 它就只能够定值 从-10 12个bit -2048到2047 这么大的范围 L型呢 大概就是 16个bit 大概是-32768到32767 这个范围 那Z型是比较大 Z型大概可以 可以定值 这个Z型的比较大 那但是我们这里所用的是L型 对不对 L型的话 那照理讲应该是-32768到32767 那这个10万已经超过32767了 所以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定值 那这时候呢 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 我 我先呢 怎么讲 就是 就是 塞一个 一个 先把那个 我觉得这个B写的怪怪的 这个aptr如果写在后面的话才有办法存取到 如果写在S前面恐怕没办法存取到 我们先看一下后面 定值范围的问题 来我们看一下课本 可能投影片这边 不够完整 来看一下课本 这一部分定值范围的问题是在 第三章 后面 的夹指令 OK OK 好 来看一下课本 三支十四页 三支十四页 好 这边呢 我们看到说 OK 由于单一指令CPU的定值范围 通常无法涵盖到所有的位置空间 因此 主意器有时必须自行决定定值格式 那甚至在无法正确定值的时候 要提示错误讯息 告知程式设计师 那让程式设计师采取特定的定值方式 那比如说在三支十三这个范围当中 我们用S等SRESW10万 宣告了一个大小为10万个word的阵列 那因为CPU0一个word占用4个byte 所以它总共S占据了40万个byte的空间 这时候已经大于LD指令当中 16位元常数CS的定值范围 在三支十四页 那此时呢 主意器应该提示错误讯息 比如说 它会提示说 OK Line1 LDR1B Error Instruction be addressed out of range 就是指令 指令的那个B参数呢 已经超出范围了 这样子才能够告诉程式设计师说 你要修改你的程式 那修改程式怎么修改呢 这个程式是对的 那它从A修改成B 也就是这边的A 修改成B 那这个程式为什么对呢 我刚刚没有发现 它这里是放A 有没有 这APTR里面是放A 所以它做了什么事呢 它LDR9 APTR 其实它的意思是 把A的位置载入到R9 把A的位置载入到R9 A的位置不是在这里嘛 那所以这时候呢 它想要去存取A这一个变数的话 它只要LDR1 R9就可以 因为R9就是A的 A的内容嘛 也就是A的位置啦 不是内容 A的位置嘛 所以现在你取R9的内容 那就是A的内容 OK 那如果你今天把R1呢 存到R9加4 R9加4 R9就是指到这里A了 那它加4呢 就到B了 OK 所以我们这一个程式修改过后 我们的特殊技巧就是 就是先放一个 一个这个 指标 在这里 那先把A的位置载进来 载进来 然后再去处理 这是一个办法 那当然也有别的办法 这只是办法之一而已 还有很多种其他的方法 所以当你有 当你有巨大阵列的时候 这种是一个解决方法 但是有一个更简单的解决方法是 我把S放到最后就好 我有这种巨大阵列 我把它S放在组合园的最后 那一般来讲就不会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巨大阵列就麻烦了 你即使把两个都放到最后 还是可能会产生问题的 所以有时候还是必须要这样做 那另外呢 会有一些初始值 这种简单的语法写法 那因为我们的主力气没有支援 但是有些主力气会支援 大部分主力气都会支援这种 比如说EOF,byte,然后写一个字串 还记得我们上次写字串失败 对不对,主力失败 因为我们主力气没有支援 那很多主力气会支援这样子 你可以直接写一个字串在这个组合园里面 那这个就叫做初始值 那另外呢 有一种叫做literal literal就是 他这个字真的不好翻译 他叫文字串或之类的 那他的意思是说呢 我把这种资料直接写在指令里面 但是事实上指令里面 照理讲是不能写资料 那他所写资料的意思是 主力气会自动帮你展开 展开成像这个样子 当你写这种literal的时候 主力气会帮你展开成一个 比如说这个前置号L1 L1里面才去放这个EOF 那LDR1 其实是载入这个L1这个位置 而不是真的把这个整串字串载进去 整串字串没有办法载入一个参存器 它其实是载入这个位置 那这种是有一些主力气会提供的 加值服务 算是让你方便用 那另外呢 有一些主力气会提供像LTORG 叫literal original literal original就是说 现在我把所有的literal都清空了 清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我这里有很多的这种literal写在组合园里面 那我现在写一个LTORG 它就会把这些 这些 常数这些通通都直接先dump出来 放在这里 放在这一段 那避免说 到时候literal累积太多 然后导致说你 你会有那个定值的问题 超过你定值范围 这种问题 所以它可以用这种指令 要求主义气先把那些该清的清一清 该清的 该设定的资料 那些统统都先插在这里 那另外像EQU这样的假指令呢 它可以让你比较方便 不用每次都写常数 比如说 如果我写一个MassLengthEQU4096 那这种是很有用的 比如说你某个阵列 它的大小是4096 那你如果 如果一直在程式里面写这个4096这个字的话 那万一有一天你的大小 想要改成2048怎么办 那你不是要先做一次全面的搜寻 然后把每一个字都找出来 然后再重新改一次 那当然不方便啊 所以像C语言当然就有提供你 像Define这样的功能 你用Define Define一个 比如说MassLengthEQU4096 然后后面呢 就都用这个4096就好 都用这个MassLengthEQU就好 所以组统语言往往也会提供这样的功能 让你去指定说 某个符号它就是 就是某个常数 那其实到最后展开之后 它就是把那个4096去取代它而已 那有时候甚至会 比如说我想指定某个暂存器 叫某个特殊名词 那我就直接PCEQU R15 这样子的话 以后你只要写到PC 那就是R15 LREQU R14 那就是 就是以后你只要写到LR 就代表R14 那这我是故意写的 因为在CPU0里面 程式技术器就是R15 连接暂存器就是R14 那我这样写说 MOV PCLR 就是把PC丢到LR 我这样写起来就比较清楚 如果你写MOV R14 R15 就看不出那个意义 所以这样写 用这种EQ的方式 会比较容易理解 那另外你可以用EQ的方式 去模拟一些类似 像C元里面的这种 Structure的结构 就是说我写一个C元的Structure Struct Person CHAR Name 20 INTH 那这个Name是不是占了 20个Byte 对吧 那所以当我如果今天 就想模拟一个C元这样的结构 我就先告一个Person RESB24 就是保留24个Byte 为什么是24呢 就是这个20加上这个4 整数大小4 是个Byte 那所以20加4就24 那接下来呢 我说Name EQU Person 就是Name呢 就是跟Person的位置是一样 Edge呢是EQU Person加20 就是它就等于Person往前算20格 OK 那这样你就可以直接用Name和Edge 去定值这个Name和Edge 就很方便 好 那这种也是组合园里面有时候你会看到 那另外甚至有一些更奇特的符号 比如说前字号啊 新号 这种是用来取得像目前的位置 目前的位置 那以这个前字号而言 它是说我现在就让这一个 比如说这个Person EQU前字号 就是说OK 那Person现在就是它目前的位置 OK 那这样子的话 再用Name去做RESB20 按H去用RESWE 那就完全对应到这一个C元的结构 这样似乎看起来比上一个例子更容易 更容易用 上一个例子你要自己去加20 这里不用 那另外这边呢 你也可以用运算式去做类似的事情 比如说我有一个阵列 Buffer是4096 那BufferAndEQU前字号 就代表说OK 那我现在BufferAnd 就是已经是这个Buffer加上4096之后的那个程式计数器 那所以BufferAnd减掉Buffer 一定就是就是它的长度 也就是4096 OK 那这也是一个方便的方法 那另外用EQU来模拟Structure 这已经有讲过了 那或者是用ORG 那重新设定主义器的目前位置 有时候这样子的做法是有用的 比如说我今天Person说RESB204 这做什么用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它总共是24个Byte 那我保留10个Person的话 那不就是240个Byte 所以我直接就写PersonRESB240 但事实上我这Person持的是一个10个Person的阵列 OK 那所以当我这样保留之后呢 我接下来说OK 我要回到Person这个位置 回到Person这个位置 这其实是告诉主义器说 我现在呢 不要不要从这个已经 已经送完240的开始算 我要先回到原点再开始算 好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我可以让Name跟这个 这个Person的开头的Name对齐 然后Edge跟Person开头的Edge对齐 OK 那Size呢 你就可以去用 比如说现在的位置减掉Person 那就是说 这个Size其实是指一个Person structure的Size 一个Person的结构的Size 那最后再用ORG 让它呢 回到 就是取消这一个 取消这一个ORGPerson的 的效用 OK 那也就是说 回到真正现在已经超过240的这个点 那再继续下来宣告上Word0 那这样子 这个上不会跟Person重叠 因为有这个ORG 去取消了这个功能 所以 它这个上呢 就会继续从Person RESP240之后 再去做 做定值 好 那另外 有像这种运算式 那 还有像分段夹指令 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会把程式跟资料分开 像这个程式段 我们前面写一个.test 代表说 这边都是程式 OK 我前面写一个.test 代表说这边都是资料 那这有什么用呢 各位你知道病毒是怎么写的吗 电脑在控制那个安全性的时候 病毒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是缓冲区异味 就是说骇客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是缓冲区异味 他把一堆莫名其妙的码塞到你的电脑当成参数下给你 结果呢 你C元可能只宣告100个byte或10个byte 假如你只宣告10个byte 他塞100个byte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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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报了 报了之后 那个超过10个byte的部分会放到哪里去 不是正存 事实上呢 你的程式 你的程式不就像这样编码 我来看个例子 像这个好了 以这个例子而言 你看哦 假如说 OK 我现在这个 这个 怎么讲 这个 x好了 x只有一个word 对吧 x只有一个word 然后呢 我却塞了10个word给他 那这时候他是不是把这个盖掉了 再把这个盖掉 再把这个盖掉 好 那再把这个盖掉 所以他至少盖掉了哪些呢 至少盖掉了这两个指令 事实上后面他还会盖6个指令 OK 这些指令都被盖掉 被什么盖掉 被他输入的那些资料给盖 那等到你真正 譬如说你callf跳到这边来执行的时候 会执行到什么 执行到他塞的资料 他如果很刻意的去安排这些资料的0与1 那刚好让这个指令呢 就是切换成特权管理员的指令 那会怎样 那他就变成你的管理员了 他就可以随便删你的硬碟干嘛的 安装系统或干嘛的 把你的权限全部倒过来 所以他只要塞超过他可以塞的部分 那你就完蛋 那这种东西待会我们直接来写个程式 来示范缓冲区异味的方式给各位看 当然我们的电脑是有防护的 所以他不会太严重 没有防护的电脑就会很严重 OK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